虽然外卖员能追上你的跑车,但你一定要选择停车签售,才能结束你的噩梦,急速外卖 又一个小时就要下班了,不知道外卖什么时候能送过来 规则说,外卖员身穿黄色工作服,如果衣服颜色不对,请不要开门也不要和他交流 怎么还不来啊 先把时间调到五点半 你好,你的外卖到了,可以开下门吗 外卖员穿黄色衣服没错,但好像他受伤严重,还是拒绝开门吧 这不是我的外卖 不好意思,那应该是我送错了 你好,你的外卖到了,可以开下门吗 这个衣服又不是黄色的,直接擦掉对话框拒绝交流 什么态度啊,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到下班的点了,外卖怎么还没有送来啊 那就不能等了,直接回家吧 你已经这么黑了吗,我得赶紧回去才行 屏幕的新闻说,昨天一位外卖员母亲带着年幼女儿送外卖,在海滨路发生车祸 不是 巧合吗 刚看完车里就蹦出一双腿 这里怎么会有一双腿 车里没有其他人了呀 外面的雾也变得很大 什么时候起了这么大的雾 甚至平安符也烧了起来 平安符怎么自然啊 外面似乎有一个外卖头盔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头盔呢 我去,我去,不会是昨天的车祸现场吧,如果你看后视镜的话,难道她是昨天车祸的小女孩吗 姐姐,我找不到妈妈了,可以带我去找妈妈吗 拒绝她不会被嘎了吧,还是选择答应小女孩吧 我去,什么鬼啊 你好,这是你点的外卖,请签收一下 这有没有可能是小女孩的妈妈呀 选择停车签收试试 我找到妈妈了,姐姐再见 真的是她们啊,好可怜啊 如果没有伪装成同类 园里来了只小老鼠啊 就逃不出医院 你就留下来吧 是哪个怪物医院,我怎么会在这儿 当院长注视你时,千万不要动,只有同类才能出去 成为院长的同类,就能逃出去吗 那赶紧看看周围有没有能伪装的东西 那先把柜子打开,先伪装人偶的姿势 我观察过他们的走路姿势,这样应该不会被认出来 然后趁院长不注意,选择石磨面粉 面粉的塑造性很强 接着就要伪装衣服,那用绷带把全身绷起来 有医生就会有护士,这也算是一种同类 对啊,那院长拿着大刀,咱们就拿一把小剪刀呗 稍微有点安全感了 嗯,然后还差啥 哦,整点红油漆在身上逼针点 没想到这颜色还算逼针 接着又要干嘛,是打开电视吗 要学习他的吓人方式吗 看了这么多恐怖片,细致这块我已经拿捏了 新来了不少病人,还不快跟我去接手 哦,他认同我了,那我不走了 先用钢锁来当绳子 还好上面没座人 然后把鲨鱼也拿来当绳子 小鲨鱼等我下来了,还给你 那下面的浮标也可以当绳子 哥哥,我害怕呀 害怕就把哥哥的滑板见你 你又回来就好了,拜托拜托 还有这边的钓椅给你当绳子 哥哥,这不会又是那个姐姐的吧 不知道啊,大树也给你当绳子吧 哥哥,你好有力气 这下面的藤蔓不会有垫吧 这东西不会垫着我吗 好像没事,那这个雨伞应该也有一段距离呗 哥哥真贴心,还能顺便乘凉 这么矮,你倒是自己跳下来呀 算了,海绵宝宝也给你 小海绵你就来帮我一下呗 然后美女的地毯也给你 姐妹,我拿走你的东西,你不会生气吧 然后美女的围巾呢,也给你吧 姐妹回头给我发链接,我陪你 对了,她的辫子也给你 姐妹,假发剂我用一下 你这都到地了还不下来 那还有啥能做成绳子的呀 哦,这只海鸥也可以吧 小鲨我们下去以后,你就跟我回家 还不下来呀 对了,这一束光也可以吧 你相信光吗,哥哥又救了我一次,光年跟我回家吧 你太丑了,我不要 小姐姐被坏人逼上房梁了 那用狐狸尾巴降落吧 好痒,坚持不住了 原来你在这里呀 我去,不能被她发现啊 人去哪了 那给你蜘蛛网坚持一下吧 被蜘蛛咬了一口,我变异了 变异了 身体排异了,力能没了 怎么又没了,那给你米粉增加摩擦力 增加摩擦力,我还能坚持 面粉被汗浸透了 又没了,那给你钢丝球增加摩擦力 这下握得更老了 可以 太紧张了,防药被我磨平了 这么离谱 那这水是干嘛的,我去 能休息一会儿了 她要醒过来了 你就不能直接逃跑吗 还有啥道具呢 这胶部肯定能沾牢固吧 这下都是多了 能坚持吗 就要得失去粘性了 这也太快了吧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试一下 粘上了 太饿了,金团被我吃光了 这么危险还想着吃啊 那这门外呢 气球,可以增加浮力吧 我飘起来了 气球没气了 浮了,这房间也没啥东西能用了 诶,把她这袜子扔掉吗 这下不会引起她的注意了 看来真的没人 哦,终于安全了 这下安全了吧 诶 原来你在这里啊 怎么又回来了 烦死了 如果给山羊喂牛奶的话 他竟然说人话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 这牧场也太远了吧 规则说 每天只能在上午十点的时候喂养山羊 这员工手则真奇怪 先去喂山羊吧 小姐姐为什么要来这里工作啊 这饲养山羊的地方 感觉和牢房似的 先把时间调到十点钟 把时间早调了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第一只是红色的 香味红色的胡萝卜 如果猜的没错 第二只是绿色的 那就喂绿色的草 接下来应该就是白色的 给它喂牛奶 他竟然说人话了 这究竟怎么回事 羊都喂完了 接下来去马场看看 这就是马就马 和想象中一样 超棒的 规则说 如果你在马市发现山羊的尸体 请按下所有的红色按钮 被驯服过的马 什么意思啊 很明显 这只黑马下面有东西啊 选择解开黑马 这羊怎么跑到马教里来了 这样子好像嘎了吧 这羊死了 赶紧找红色按钮 先按下红色按钮 怎么没反应啊 是要先喂马吗 不对 那是放这边嘛 然后把马拖过来 哦 这里有一个红色按钮 警报警报 发现死亡山羊 请安保部门立即处理 真搞不清楚 为什么来这里 这里应该安全了吧 墙上的规则说 不要吃死去山羊的肉 这不是你的食物 而且还说 这里面有逃生通道 针木场太奇怪了 我要逃出去 新人 你在里面吗 已经没事了 但是你用剪刀剪开小熊 里面的规则说 请把规则中 红字连起来看 那就是说 他们不是动物嘛 我在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这不快到饭点了 我给你准备了 牧场的特色伙食 这肯定不能吃啊 选择委婉拒绝 拒绝别人的善意 可是不对的哟 我去 这不能拒绝嘛 那把盒子拿过来吧 谢谢叔 我先放这了 刚吃过 暂时还不饿 我待会再来的时候 你最好把东西都吃了 这下人走了 可这通道在哪里啊 诶 是这个密码吗 我知道了 规则里的123 还有8是红色的 所以密码是1238 应该可以逃出去了吧 阿弟 等着姐姐 我会找到你的 原来他弟弟在里面没找到啊 你以为相信女友就能离开沙漠了吗 我说过了 所有闯入者都得付出代价 关卡沙漠迷途 最近流量一直不好 怎么办啊 我有一个办法 搞一个沙漠金字塔探险直播 流量绝对超高 好 那我打开直播 大家一起和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预热一下吧 你们先走吧 我就留在这直播 先记住线索 女朋友的伞忘记带去了 兄弟的水杯也落在了这里 女朋友拿走了很多零食 兄弟怎么还带了埃及图腾呢 这位叫法老的观众说 所有闯入法老领地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新闻说会出现沙尘暴 风暴来得太急 只救出了他 要记得提防你女朋友 要找出疑点 头上都是尘土 手上有埃及符号 另一位带着狗头 身上缠着绷带 手臂好像干瘪了 他的水壶怎么是红色的液体 这是我特制的饮料 不要相信他们 这都是他们的阴谋 女朋友脖子晒红了 上滑口罩还一嘴的沙子 他怎么穿着兄弟的衣服 他水壶破了 怎么喝水的 手怎么短了一截 快带我去医院 那如果选择相信兄弟会怎么样呢 瞎了吗 我还没上车呢 奶奶还没上车呢 赶紧让他上车 我去 怎么把窗户封起来了 那没办法了 这车破个大洞先堵掉 然后给他们换一些新床 再给爷爷盖个被子 真舒服 你瞎了吗 我还没上车呢 现在你上不了啊 那把吃的换好一点 我靠 我也要吃 这也拿不出去啊 那把钱给你 哇 奶奶进来了 你倒是给我停下啊 我还不想睡 我要开急跑 还要开啊 那去开吧 然后给小姐姐盖上被子 舒服了 再换个暖炉 哎 这次让奶奶进来 这回可以睡觉了吧 我还不想睡 我要开急跑 又要出去开急跑吗 哦 我知道了 让爷爷出去陪你一起开 我去 哎 这样还不对吗 那这床上是谁啊 天呐 这家伙有脚臭 把他扔出去 那这还有一打钱 是给老鼠换上衣服吧 我们还没上车呢 哎 这样不对吗 你以为女孩被坏人盯上了 当你把灯关掉 终于上钩了 但你所见的并不是事实 如果把对讲机给女孩 事情就会真相大白 开局 找到今晚的猎物了 女孩被一个戴着小丑面具的男人盯上了 但你会发现他的影子看起来不像人 从墙上的通缉令来看 他说本是多名男子莫名失踪 可这次的对象怎么是女子呢 这个胸口鼻的标志就是通缉令上说的呀 从有血迹的武器上看 应该是刚刚作案的 难道是女孩看到他作案过程才跟他 但是你打开男人的包包 他好像已经跟踪这个女孩好久了 接着你把灯关掉 终于上钩了 这女孩怎么变得这么深人啊 他的脚也变成了虚影 难道他是阿飘吗 从他的影子判断 他好像是一只动物吧 但又会有什么动物有这么长的指甲呢 而且为啥脖子还有这么深的肋痕 如果打开他的包包就会发现 这个男人才是他的猎物 所以这里我们谁都不能帮 事情的真相就隐藏在这个对讲机里面